2022台中市长选举 台中市民赢了 我们赢了 台中市长卢秀燕登台 感谢选民支持 他说这不是他个人的胜利 而是台中市民的胜利 决定对负面选举说 No 这就是台中市民 今天所教我们的第一件事情 卢秀燕感谢喊话 表示这场选举 台中市民交汇他三件事 就是拒绝负面选举 支持男女平权 也打破台中市升格后的连任魔咒 感谢过程中 卢秀燕一度哽咽 继上一届喊出妈妈市长后 在选前之夜再次喊出 市长只有妈妈好 从开票后就一路领先 直到晚间6点50分左右 对手蔡奇昌主动献身坦言败选 人生不必怕跌倒 但是我们怕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而跌倒 所以这场选举 足以显现我们四年来的努力 并不能让这个城市的市民 对我们找回信心 2018年市场选战 卢秀燕狂扫82万多票 大胜寻求连任的林佳龙20万票 而这一次的竞争对手 立法院副院长蔡西昌 不断的狂打捷运空污 和建设缓慢的议题 最终还是没能产生效果 再次以超过20万票的差距落败 本次选举台中市预估投票率超过六成 虽然蔡奇商阵营选前喊出 去投票就会赢 市民们真的出门去投票了 却还是没能够撼动成功连任的 妈妈市长吴秀燕 区别新闻从一里程又罗一星红彩伦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